9.聯合報 重返父親出生地200美國投資人隨行歐巴馬訪肯亞拼經貿 2015年7月26日朝點A2編譯李經論報導美國總統歐巴馬24日晚間抵達肯說 展開為期四天的東非兩國國事訪問行程 這是他就任總統以來首次訪問肯說 也就是他父親的出生地 媒體說這是他的返鄉之旅 他也是第一位到肯亞訪問的美國在任總統 此行旨在推動貿易與打擊恐怖主義 歐巴馬與肯亞總統肯亞塔在總統官邸會談 會後兩人共同召開記者會 歐巴馬說 兩國將加強合作對抗索馬利亞激進組織青年黨 美國政府將發布行政命令 禁止美國各州之間買賣非洲象牙 而壓制非洲倒立行為 他還呼籲 讓非洲同性戀者享有平等權利 歐巴馬的父親在肯亞西部偏鄉科格洛出生 也埋葬在此 由於後勤限制與安全顧慮 歐巴馬此行不會造訪科格洛 歐巴馬一抵達肯說 就在首都內諾比市中心他下塔的飯店與肯亞親戚共進晚餐 連埋的弟祖母沙拉媽媽大金色頭巾坐在他右邊 同父義母妹妹歐馬坐他左邊 歐巴馬25日在內諾比參加全球企業加高峰會 大了二名國會議員與兩百名美國投資人隨行 目的是促進美國與非洲貿易、技術創新與推動他的為非洲供電方案 方案目標是在五年內讓非洲供電量增加一倍 歐巴馬亦設希望與非洲加強經貿往來 2009年 中國大陸取代美國 成為非洲最大貿易夥伴 歐巴馬在開幕致詞是說 我來肯說 因為非洲一直在進步 是全球成長最快的區域之一 而非洲企業加能抵消暴力意識形態的負面影響 並帶動經濟成長 政府應確立法治原則 打擊貪腐 協助新公司取得資金 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 歐巴馬離開峰會會場後 向1998年美國駐行亞月珠坦上 將尼亞大使館爆炸案的224名罹難者致意 當年美國駐行亞大使館位在內諾比市中心 現在成了紀念公園 黑色大理石場面黑著罹難者聲明 歐巴馬獻上花圈 兩名幸存者在旁觀看 歐巴馬預定訪問肯亞三天 之後轉往伊索比亞 成為首位訪問伊國的美國總統 他將在伊國首都亞迪斯亞貝巴的非洲聯盟總部演說 成為首位對非盟演說的美國總統 你起 discharged過ora 尾巴馬頓 有唐 entrance 約 barr